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8点02分 四川省亚安市庐山县发生7点0级地震 至今春剧组以及导演赵薇 主演赵又廷 韩庚第一时间为灾区捐款 献上一份爱心 在这里我们也为亚安人民祈福 希望亚安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在这里我们也欢迎至今春剧组的六位主创 做客新浪明星会 首先欢迎一下导演赵薇 欢迎你 大家好 我都不知道看哪边了 这边 好 大家好 欢迎主演韩庚 欢迎你 大家好 然后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人演员杨子珊 欢迎你 谢谢 大家好 欢迎赵又廷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江淑颖 大家好 我是江淑颖 是最后欢迎一下张瑶 欢迎你 这部片子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导演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来形容比较贴切 我觉得我现在心情是比较平静的吧 因为这片子做了太长的时间 也花费了我包括所有的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这些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这种精力和热情都已经放在电影里了 所以真的他要跟观众见面 反而是释然的松了一口气 这样子的 不然没有什么了 这样的 大家都特别的期待 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评论都说 这是我们千呼万唤特别期待的一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此阶段只能通过预告片去感受一下 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支持 欢迎走 欢迎向右 тонn 没关系 开地平大牌 为我们青春不享 干杯 漏网之鱼啊 这死谁呀 眼睛受快的呀 我的同学书 去我去吧 晚上八点半 我在睡觉 还在等你 拍完雷雨那天 她把我睡了 怎么每次我闻你 你都一定要睁着眼睛 因为我想牢牢干在心里 我想过很多次 跟你再度触碰的情景 这是我名片 不论什么样的女人 一旦穿上婚纱 都会变得让人心动 求求你 跟我结婚吧 我们应该惭愧 我们都爱自己 胜过爱爱情 你爱她吗 只见过六次 能有多爱 我们一起欣赏了一段 不长的预告片 尽管时间不长 但是其中呢 韩庚出现的吻戏就很多 老叶你是有多爱韩庚的吻戏 不是 我是多想成为杨子珊呢 我跟你说紫珊 很多女性看完以后 都第一时间这个想法 包括我 是 怎么会 又跟赵婷 跟韩庚 这么多吻戏 还是激吻 对 平时作为导演 作为导演 你真的作为导演 特别小示范 你知道吗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两个 我们全亚洲最帅 最有型 最有魅力的少女 女性偶像 逐一热吻的感觉 其实我跟赵婷 这个是 不用说别的 我跟韩庚 我俩是第一天拍戏 我俩之前都没怎么说过话 第一天拍戏 我俩就拍吻戏 然后吻了一宿 我记得吻了一半的时候 导演走过来跟我说 你刚伸舌头了吗 我说 没有 我说怎么那么假呢 跟我把舌头伸出来 好好亲 我俩 我好好睡 有机体感觉 确实是挺 然后反正就 就亲了一宿 从晚上亲到第二天早上 就嘴都亲肿了 如果给一点点机会给他们亲 他们会很珍惜 但是我拍什么都是很多很多 所以他们后来真是亲了亲了 原来有点感觉都亲没了 其实最逗就是 亲到最后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有一个那个老爷爷骑 不是甩着手 甩着手 甩着手就这样走过来 我们在后面背景 一个老爷爷就像甩着手 咔嚓 我呀 亲一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啊 韩庚 已经 没感觉了 刚开始前半小孩有点感觉 后半小孩没什么感觉 那跟赵又婷呢 跟赵又婷就反正 没什么感觉 不是没什么感觉 主要是跟韩庚 已经两次吻戏都拍完了 就变成有点老油条的心态了 反正就是 就该知道怎么亲了 一来就 你已经知道怎么亲了 熟能生巧了 你直接就舌头伸出来了 没有 哇塞 好好好 没有没有 你才喝口水 哇塞 哇塞 那种感觉 就那比较简单 是吗